警惕将批评成为炫技 这种批评变成了炫技 指的是什么 就是在文学批评过程当中 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学术术语 学术的名词 所谓的文学批评当中的高级词汇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当我从某个角度 谈问题的时候 我不说角度 我说什么呢 我说叫视欲 还有比如说 我说什么什么象征的什么什么 我不说象征 我说什么呢 我说隐欲 还有比如说类似什么 什么表达不说表达 说啥 什么话语 建造过这种 比如说文献宗书 不叫文献宗书 叫知识普及 或者这个什么 比如说乡村的主题 不叫乡村主题 叫乡村叙事 这个家国主题 不叫家国主题 叫家国书写 就这种 就类似这种 就是这种替换 这一替换 就是比如说在什么 从什么视角上 研究什么什么作品的 象征性的这个意味 就变成了什么呢 就从以什么什么 视语下的 什么什么的隐喻 以及他的什么 的话语表达 这个就 你会发现 这全部是同一替换 我见到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我告诉你 忽悠外行很容易 一看好高大上 没听说过 好专业 但是那行人 很容易就看出来 看出来什么呢 你是在玩一些花火 在炫技 那接下来 我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说比如说 学生的学威论文 或者说在作业当中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就会问 你这个全篇不用这个词 就用这个词行不行 换句话讲 你全篇把这个词 给我拿掉 你这个论文 还能不能成立 你这个文学评论作品 还能不能成立 如果还能成立的话 你干嘛非要用它 陌生话 批评不需要陌生话 批评不是文学创作 所以说 有时候 就是我一般来讲 就面对学生的这些 批评论 或者是这个论文的时候 尤其是它的题目当中 出现了这种 各种各样的观点词 我首先第一个要追问 或者答辩的时候 我首先要追问 请问你告诉我这个词 到底什么含义 在你这篇文章中 起到了什么样的 关键性作用 如果你只是把 另外一个词套过来的话 对不起 请给我删掉 就是要用 文学批评 不是 就是 就刚才你这说的 不是为了陌生话 文学批评 恰恰是要把它说明白 就是把本 文学作品 本来就是陌生话的 然后你文学批评 再陌生话 有毛病吧 文学批评 就是把本来陌生的 变成熟悉的语言 把本来 刚才我说的 感受 模糊的感受 给它说清楚 而不是在把它 给它说的很复杂 这个里面 我要说的是 刚才我之前 上课 之前上课 我就听了 文学批评 是需要理论的 但是理论 大家要知道 理论始终只能是工具 什么意思 就是理论的作用是什么 理论是帮你解决问题的 比如说我要修一个桌子 我遇到了这个时候 我要需要钉钉的时候 我才会拿起锤子 明白这个 我不需要去钉钉子 我就没有必要用锤子 但是现在文学批评 是什么东西呢 就变成了什么 我先把一大堆锤子 全部拿起来 显得我好像很专业的样子 但事实上来讲 我只是为了拧个钉子 大部分的文学批评 就是这个 就是这种感觉 理论必须是在你 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才要去解决的 所以说我在这里 要特别反对的是什么 这也是外界评论 对于文艺学 或者文学理论专业的 一个很重要误解 认为文学理论 就是要理论先行 不是文学理论也是要什么 感觉先行 但是理论不是不要 理论是解决 用来解决问题的 比如说这之前 我就看到一篇文章 就是他用什么呢 他用 就是他 讲的是游戏 然后他就用各种各样的理论 来去分析游戏 然后他分析游戏 当中他就发现 游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特征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制 就是游戏当中 就是他大概讲的是 那种魂类游戏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就是什么艾尔兜法环 只狼 没玩过是吧 没玩过 就是那种游戏很难 难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经常会死掉 然后接下来重来 死掉重来 死掉重来 然后就反复就那一个 关键来回来去 就这个几分钟的 几秒钟的细节 来回来去弄 但是他发现 就是游戏游戏者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了巨大的快感 就是 这是无聊的事情 于是他就开始 在分析这个行为的过程 他怎么分析呢 他用什么呢 他用复刻的规训理论 他认为这是一个 就是游戏对人的 本身的一场 一种一场规训 对不对呢 有道理 然后他用了黑格尔的 主奴辩证法理论 就说白了 就本来是你玩游戏 游戏是奴隶 现在游戏变成主人了 对吧 其实你是奴隶了 主奴辩证法 这种交替 然后他还用了 反正很多的 各种各样的理论 但是后来我就 我就看到 我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这样去 用理论来去分析 我就本身没有什么不对 而且我看出来 这个人 他显然是很了解 这些理论的 而且他 从某种程度上讲 他是把这个理论 用到了一个实践当中去 但是问题是 他用这个理论 解决出来 什么问题呢 他只是在用这个理论 来去描述这个现象 然后到最后 来去说这个理论 有道理 或者这个理论 跟这个现象 是可以对应上的 完了 他没有 至少 我没有看到出 我没有看到出 更多的 对这个问题的 你说 后来我就 后来我当时 我就就在想 如果你说 玩游戏是一次规训 玩游戏是一次 主奴变证 主奴关系的颠倒的话 尤其这种刻意的 这种刻板的 这种反复 不断的死 此掉再重来 这种行为 那我就觉得 比如说 那懒懒谈高提 你说是不是 也是一次反复的 不断的训练的 一个刻板的 一个行为呢 这种刻板行为 你可不可以 所有的钢琴家 背后都是被钢琴 规训的结果 都是钢琴 跟主奴的 调换的一个结果 对吧 你可以不可以这么说呢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有何意义呢 换句话 你倒是 这些理论 全部都上了 说实话 这篇文章 乍一看上去 确实很 又服科 又黑格尔 反正就这些人 往上一招呼 好厉害 但是 但是你仔细去分析的话 其实他并没有 对这个问题 有更深入的认识 他只是在用 这个作品去套 套的话 所以说这样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要想说的是 没有 什么叫做 警惕 这种批评是没有价值 没有意义的 批评的目的是 为了解决文本的问题 换句话讲 所有的批评 这个后面会提到 当你在进行 文学批评的时候 最好的一个状态 不是上了先想 我用什么理论 我用什么概念 我用什么术语 而是要想我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必须是从文本内部出发的 所以说刚才你看我在 这节课 包括上节课 在提到任何文本的时候 首先我说 问你们感觉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 就这个感觉 你会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就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再去深入文本 这个时候理论再上 这时候 那个工具 负责在上 那才有 它的理论本身的价值 否则的话 就会导致经常是很多的概念到概念 空泛的玩 这个就非常空泛 逻辑上冲了冲 但是结论是狗屁不通 或者结论一点用都 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这是我要说的 警惕将这个理论 轮为炫技 或者说把这个理论 理论先行 理论先行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那么难道 你就不要做这些 都没有inek细 突兴 诺子 我